你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来到书馆,咱们一块儿聊天讲故事 今天咱们的书啊,到了一个关键点了 怎么着呢,咱们的藏传佛教这几大派啊,就剩下一个派没讲了 哪个派呢,就是格鲁派,黄教 就是出了著名的宗喀巴大师,达赖喇嘛,以及班禅大师 还有啊,哲不尊丹巴呼吐克图,以及张家活佛的格鲁派 如果呢,您问一个对西藏文化稍有研究的这么一个人 他就会回答您呢,这藏传佛教一共现在分四派 哪四派呢,颜色分呢,就是红教宁玛,花教萨迦,白教嘎举 还有这黄教格鲁,那么咱们前边的宁玛,萨迦,嘎举都讲完了 就剩下这格鲁派了,但是在讲格鲁派之前呢 还要讲一个藏传佛教的分支,那是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这格鲁派啊,就是从这一支发展而来的 那么如果我们是从这个藏传佛教史来说呀 说是藏传佛教分四大派,那是不严谨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支系叫做嘎当派 实际上呢,这嘎当派这一名词啊,您听着并不陌生 因为咱们在前方啊,曾经提到过 什么这个嘎举派啊,还有像什么这个萨迦派啊 这里边有几位宗师啊,都曾经在嘎当派门下休息 如果提起这嘎当派来呢,了解汉传佛教的人可能会认为 这个藏传佛教一系呀,其他都应该叫喇嘛教 只有这嘎当派啊,才算得上是这个显密兼修的佛教 那这是为什么呢?哎,咱们给他捋一捋 您看啊,咱们聊到过这个宁马派 他们奉莲花生大师为祖师 说实话,这莲花生大师身上一个佛教徒的影子呀 并不明显 他很像是这个印度的一位瑜伽师 但我们从这个文献上也能读到啊 莲花生大师所展现来的法和术 很多都是印度瑜伽师的那套 说句大不敬的吧,这里边有巫术啊 也有戏法,有人说啊 我看过这莲花生大师的著作啊 那简直是,哎,您先别简直 说实话,这莲花生大师在这个西藏一共啊 就待了一百多天 这一百多天当中,他还有时间留下著作吗? 有一点很关键,是莲花生大师先到的呀 还是这个西藏文字先发明的 这还在两说着 我只能说呀,您看了一篇很高深的 佛教作品,但是,哎,他是不是莲花生大师所著 哎,您有您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我保留 所以说呢,至今为止的宁马派 也保留了很多将神啊,捉鬼啊 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 当然了啊,那是人家那只那派 修炼的术,修炼的法 我们在这儿呢,用这个怪力乱神啊 来形容可能是薛维德有点不恰当 那这只是给您举个简单的例子 那咱们要说什么呢,咱们还是要说回这个 嘎当派,嘎当派奉谁为祖师 这嘎当派要奉这个 后红旗圣者阿底霞为祖师 这阿底霞大师啊,和这个莲花生大师 可就不一样了,那是真正的僧人 是真正的佛教修习者 那所以说呢,他所传下这一门啊 也是真正的佛指佛言和佛论 哎,换句大家好理解的话讲啊 就是人家传的那才叫真经 哎,什么意思呢 你就比如说啊,前一段的咱们讲的挺多的 这个活佛转世 咱们说这个活佛转世啊 这个转世的佛爷呢 得会这个纳洛六法里边的千诗法门 哎,这千诗法门 纳洛六法这些啊,都不是佛法 这些啊,包括什么这个灼火定大手印呢 这都是瑜伽师的秘法 哎,这纳洛六法里边的千诗法门 佛陀也不会 佛陀要会的话 佛陀也转世了 佛陀也不智慧 哎,就是让自己就从此原济了 当然了,咱举这个例子啊 非常的不恰当 哎,就是咱们用凡人的心呢 不能去理解这个佛意佛法 但是呢,这个大概意思啊 它总归差不多 所以说阿底侠这一派啊 那就是传真经的 这真经呢 单指就是佛留下的经 佛说过的话 其实嘎当派当中的嘎这个字呢 就是佛语佛说佛指的意思 那么嘎当这当一个字呢 也是很有所指性 这当啊,是口传新寿 是教授的意思 这嘎当一词放在一起啊 就很明显的定位了 藏传佛教的传播方式 哎,师父带徒弟 的上师制 传的是什么呢 传的是佛法 那么说啊,这个 这个嘎当派的开派祖师 我们就可以认定为是阿底侠了 不是,他们奉阿底侠为教祖 但是呢,他们有自己的开派祖师 他们的开派祖师啊 就是阿底侠大师的弟子 中敦巴大师 那咱们说这藏传佛教的先期四派啊 基本上创立的年代都差不多 差不多呢,都是公元这个100年前后 这中敦巴呀,出生在前藏 前藏到哪呢?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拉萨 哎,他们家非常有钱 也只有这样 他才有充分的时间 追随这个大师阿底侠来修习佛法 到了这个1056年的时候 阿底侠大师原济了 原济以后呢 中敦巴呢 就仍然留在热镇地区传教 并且在那里建立了热镇寺 可是听到这儿 你得听明白了啊 这中敦巴呀 到这儿为止 也建了寺庙了 也拜了师 也学了法了 可是这个人仍然是个在家 他并不是个出家人 虽然呢 手底下呢 也有这个五六十号的徒弟呢 和他一起这个学经学法 但是他一直是在家 有庙建了庙 他也是在家 当然了 这个既然是这个修习佛法嘛 即便是在家 也得这个遵从五界 那咱们说呢 这藏传佛教和他的传播方式 以及当时这个藏族的政治背景啊 都是有很大关联的 所以说呢 他一派一宗 这个一四一宗的现象 很多 那他为什么这个分了一致 就要成立一个宗派呢 那有人说这学术意见不同 那不是好事吗 其实不一定 那是因为你如果开宗立派之后 站住脚跟 你就能控制当地的政治 以及宗教环境 那往小了说呢 有人供养 往大了说呢 市里一大之后啊 就可以收税了 那直到西藏和平解放以前 那也是前藏达赖收税 后藏班禅收税 那您想想如果不是单独开宗立派的话 这些钱他不好分 后边戳着照着寺庙的政治势力 人家也不干 这嘎当派也是如是 中敦巴有两个弟子 一个弟子呢 叫伯多瓦 另一个弟子啊 叫金额瓦 就分别开了两派 一派叫做教典派 一派叫做教授派 其实呢 我个人认为啊 这其他宗派都能分派 这嘎当派实在是没有必要分派 因为啊 这个佛流的经典就那么几本 你还能把它变出花来吗 哎 但是人家就分了 哎 人家不从这个经典上分 人家是从这个方法上分的 这教典派啊 顾名思义 他强调的是什么呢 他强调啊 一切要根据这个经书去修习 这教授派的看法就不一样了 这教授派说 这个小徒弟啊 小徒弟 你这慧根还浅 所以说呢 你得听上师的 这经书啊 由上师理解 上师在指点你 你才能理解 哎呀 原谅我呀 这个实在是理解不了 这两派高深的意思 其实让我看来啊 就跟当年基督教争论呢 这个圣饼啊 是发面的好啊 还是死面的好 一样 都是他们扯燥 当然了 咱话又说回来啊 有刚才咱们所说的 这个利益冲突在呀 这个利益纷争在呀 那分派呀 是重要的 那分派的理由 就显得不太重要了 哎 这两派呢 也建了两个寺院 分别是啊 刚岗寺和达建寺 那么说这派别分完了吗 没有啊 只要有一位高僧大德出现 元济以后徒弟们就立刻分派 什么这个甲裕派呀 刚岗派 仁青派 达建派 逐渐一派一派 是又一派 分不清楚了 那么无论是分多少派呀 实际上这嘎当派的教法 还是很纯正的 所以说呢 这嘎举派的初祖 马尔巴 曾经就跟过阿底霞大师 学习过 嘎举派的第三代 三祖达波拉杰 也修习过这 嘎当派的教法 萨迦派的四祖 萨迦班志塔 咱们说过那位 大有成就的高僧 也学习过 嘎当派的教法 那嘎当派 一直延续到什么时候呢 公元15世纪 这格鲁派出现了 那么格鲁派是如何出现 是如何把嘎当派 吸收到其中 这个咱们是下一集 重点要讨论的一个问题 这一集啊 咱们想讲也讲不全了 那之下咱们聊聊什么呢 咱们聊聊啊 当时藏传佛教 这些僧侣的现状 据史书所在 当时藏传佛教 四僧混乱不堪 寺院僧侣尽童俗装 不惜经典乱寿灌顶 不知戒律为何物 这个寿以灌顶啊 是藏传佛教当中 很庄重很庄严的事 并且不是谁都能寿的 给谁寿啊 那也是有规定的 可是这帮僧侣 为了钱呢 就乱寿灌顶 什么戒 什么绿呀 全泡在脑后了 而且这群喇嘛呀 他虽然住在寺院 但是啊 他们穿的呀 都是俗家的衣服 都是长服 怎么漂亮 怎么来 那这僧侣穿袈裟呢 虽然呢 是表明身份 但是呢 也是一种戒律 一种监督 你穿着这身袈裟呀 就不能干很多世俗的事 什么喝喝酒啊 这个泡泡妞啊 打打架呀 什么的 可是他们呢 为了方便啊 就不穿袈裟 就是为了干那些 盈盈狗狗的事啊 不被人监督了 所以 用句白话说呀 他们挣着盒上的钱呢 干着流氓的事 他流氓到什么程度呢 这帮喇嘛呀 飞扬跋扈 为所欲为 占有大量的财富和土地 抢别人家的东西啊 和拿自己家的事 然后呢 尤其可恶的是啊 他们利用这个 盗国法里边 这个双修 打着这个双修密法的名义 大战民女 那这过分了 完全过分了 在那一时期呀 这藏传佛教 体系之内 乌冤胀气呀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呀 不用谁来灭法 那这藏传佛教 逐渐的就会被社会淘汰 就在这时 一个人跳出来 力望狂澜了 谁呀 那就是伟大的 纵喀巴大师 咱们明儿再留他 您早歇着 明儿见